之前防弹少年团成员V 在谷歌中就成为了搜索最多的亚洲名人第一名 展现了世界级Edboard的存在感 成为全亚洲搜索最多的明星 展现了超强的人气 V曾在2021年1月1日至12月2日期间 登上全球搜索最多的KP偶像Top30榜首 防弹少年团出道5年来 以谷歌搜索趋势为基础 以防弹少年团相关的上位项目 投资证券的报告书显示 以100分满分为基准的数值化的资料中 V是成员中搜索量最多的 最近不是快圣诞节了吗 韩网又搞出了一个投票 偶像社区程序从12月9日到12月15日 以想一起装饰圣诞树的男偶像是谁为主题 进行的投票中 V以24572票获得了第一名 V平时在照片和绘画等艺术领域 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和关心 会和粉丝们分享自己喜欢的摄影师 MT和V和2V1的VMT的照片 熟悉V的艺术感的粉丝们 在投票中表现出了对V 会将圣诞树打扮得比任何人都帅气的期待感 他们纷纷表示到 V是一个像12月出生的圣诞礼物一样的男人 被选为像圣诞节礼物一样的男爱豆第一名 每年都会送上温暖的冬季送作为礼物 和V一起装饰圣诞树的话 我的目光大概只会停留在这个圣诞色的男人身上吧 2018年V发表描绘他学生的自作曲《风景》 2019年发表夏天的圣诞礼物《Winterbeard》 2020年发表感性爵士风格的圣诞节歌曲《Snowflower》 都感受到了爆发性的喜爱 2021年V还参与了电视剧《那年我们的OST》 在24日平安夜将发行OSTCreamer Street 对于这样的投票结果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 爱豆韩语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